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听 生效是种很玄妙的东西 天生就已经确定了 但是它又不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无形却给我们带来好运 我们称之为一种意外的惊喜 其实运势如同空气 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拥有好的运气则会心情舒畅 万事顺心 但是如果没运来临 则会致使我们寸步难行 只要自己肯努力 做事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 接下来肯定会万事顺畅 家中的喜事一波接一波地来临 而当我们进入九月份 就要恭喜这九大生效 只要你们心中充满阳光 充满期待 一切坏事情就给你们永远说白白 说再见 所以好运降临之时 自然是你们人生福气最佳的时机 这份福气也是非常的难得 那到底是哪九大生效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 生效羊 生效羊的人做人很低调 而且也不会指望好运气从天而降 他们很踏实 也很努力肯干 从不认为生活是可以苟且的事情 所以他们每一天都活得很认真 而且把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会给自己找事做 好运气很有可能会来到他们的眼前 在今年九月期间 他们的生活非常顺利 比八月的运气要好很多 自己红红火火 六六大顺 之前想赚钱 却没有什么门路 如今却可以更加顺利地把握机会 生财有道 从此告别贫穷也不在话下 二 生效羊 生效属羊的人我们都知道 为人比较忠诚 也不喜欢坑蒙拐骗 所以生效属羊的人我们都知道 为人比较诚实稳重又善良 所以生效属羊的人 不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困扰 也不会让骗子得逞 所以进入九月份 生效属羊的人 只要你们他是稳重去干事情 就能够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成绩 在好运降临之时 你们出门就能够抬头见喜 低头捡钱 所以生效属羊的人 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坚持自己的意念 在成功的道路上永远属于你 幸福之花向你靠近 三 生效鸡 属鸡之人早期命宫 因非连盘根这两颗凶星作乱 因此很多人遭遇运势较差 生活艰难的近况 恰巧八月底一到 运势大有盼头 实业功德天摇凤吉吉星加深 好运一到 不仅桃花飞涨 贵人天降 而且会有意外之财上门 好日子忘不到头 此外生效鸡的人 未来三个月 事业连连走好运 生活改头换面 同时应当注意 做人做事都要有道德底线 这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相信如果不断坚持 总能看到 希望通过不断摸爬滚打 未来幸福的彼岸 离他们越来越近 四 生孝鼠 生孝鼠的他们 鼠向五行鼠水 其中鼠年生的人 那因为见下水 俗称水鼠 到了八月底 有望得猴年金猴协助 形成身金生子水之局 待大运一到 运势爆棚 正天才大顺 如果能把握好 随时会发财 大吉大利富贵流油 此外 对于少数生孝鼠之人来讲 未来四个月桃花运极佳 爱情得意 同时要注意 做事有原则 才能走得更长远 相信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经过不断的奋斗 往后日子幸福的 就像神仙一样 五 生孝舌 生孝舌的人 给人感觉很温和 自己的事不喜欢 被人指手画脚 到了九月中旬 采听官有红鸾即兴傍身 待机缘一来 没运散 好运来 才望桃花开 若能抓住大运 不仅定能心想事成 而且腰缠万贯 日子红通通 六 生孝虎 生孝虎的人脾气很倔 天生脑子十分豪实 很聪明 熬到九月中旬 掉进秘贯 存款变多 倘若抓住大运 苦尽甘来 享受美好生活 另一方面 生孝虎的他们 接下来四天 福德公不巧遇到 火星飞连两颗凶星影响 引起健康运势 这一块欠佳 要留心关节疼痛的问题 同时 对于个别朋友来说 消化系统溢出问题 不可暴饮暴食 出行要小心意外 还有交通安全 七 生孝牛 生孝牛的人生来 属向五行土相辅 他们待人真诚 对朋友两肋插刀 非常值得信赖 步入九月中旬 牛年生的人阳气聚集 月之五行火相助 形成火生土生财局 大运一到 喜事一桩又一桩找上门来 逃不掉幸福 另一方面 生孝牛的人 年前将会获得薄乐的提拔 赚钱方式增多 同时也得注意 钱要赚 但是身体更要认真对待 相信耐心和恒心 总会得到报酬的 通过不断奋斗 不久的将来 的前途不可限量 八 生孝马 生孝马之人 九月底一到 祥云之头绕 很可能会有意外之财上门 有望告别之前一段时间 整体运势较差 偶尔会被小人算计的状况 等机缘一到 有横财 有大奖 生活幸福美满 福禄不缺 另一方面 对于个别 属马的朋友来说 未来六天 命功不巧赶上 遂破惯 锁两颗煞心来犯 造成健康运势方面不太好 多重视别着凉了 此外对于部分朋友来讲 心情烦闷时 合理地发泄下 别整天苦着脸 笑笑心情会更美好 九 生孝猴 生孝属猴的人 这一生当中 他们人生波澜不惊 喜忧参半 有喜也有忧 有富贵 也有贫穷 所以来说 进入九月份 你们终于迎来了 人生的大福大贵 再加上你们聪明的大脑 使你们辛辛苦苦赚到的钱 才终于可以水涨船高 因为投资理财方面 你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为人做事不自暴自弃 你们是属于一个 比较乐观的生孝 所以生孝属猴的人 只要你们努力去追寻 到了九月份 你们就可以再进一步走出人生的黑暗 发现人生的黎明人生 发示大的转机 在九月份 必定能够飞黄腾达 事业蒸蒸日上 在这里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运势随着时空的转化 而有所不同 有所变化的 运势人一生之历程 在某些时段或顺或逆 有其有福 如红运当头 利运不通等 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出身 但是一辈子的命运 却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 而人生不是轻松的游戏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需要努力拼搏 才能出人头地 人的一生匆匆数十载 或长或短 那么人生的长短 与什么有关呢 不可否认的是 与好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但同时 也与你的属相有关系 属相也称生效 是中国民间计算年龄的方法 也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纪念法 在生效命理中 不仅仅可以分析 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 还可以分析 一个人寿命的长短 那么十二生效中 哪个属相最长寿 十二生效 寿命最短的是什么生效 赶紧一起看看吧 龙是一种精神 精神是不朽的 如果去掉龙 十二生效中最长寿的是猴子 不同种类的猴子寿命不同 有些猴子的寿命超过二十年 有些超过三十年 其次是马 平均寿命三十到三十五年 劳役年龄三到十五岁 有的可达二十岁 接下来是狗 能活十到二十年 长寿记录三十五年 但极为罕见 一般正常死亡年龄为十二到十五岁 第四是蛇 平均能活十五年以上 最长的据说是蟒蛇 能活二十五年以上 第五是老虎 平均能活十到二十年 动物园里老虎存活的最长记录是十六年 而具体数值是多少呢 接着往下看 十二生肖阳寿长短排名 一 生肖数 属属的人大多数可以活到八十五岁以上 属属的人本来就很关注养生的问题 生活中他们也很少有不良嗜好 也比较习惯早睡 他们每次在新闻上 看到对身体不好的生活习惯 都会尽量去避免 因为他们觉得人生很美好 自己还想要多几年的寿命来好好感受 所以说他们会尽量避免一些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会很有毅力地去保持健康的体魄 二 生肖牛 生肖属牛的人可以活到八十岁 而且生肖属牛的人看上去很年轻 他人常常都猜不准消属牛的年龄 会感觉他们明明才六十出头 谁曾想竟然会有八十岁了 但是生肖属牛的人有很不好的一点便是 他们的性格非常的执拗固执 因此当身体不舒服时 他们都会选择忍耐而不去看医生 这样到了晚年很有可能会生病 导致自己身体不健康 三 生肖虎 年轻的属虎人根本就不会好好保养身体 他们有很多的不良嗜好 丝毫不担心会引起什么疾病 年轻的自己非常喜欢及时行乐 开心地度过每一天 但是到了年纪上来以后 属虎人就会意识到 自己年轻时候的行为是错误的 这时候的他们就会开始保养自己了 因此他们寿命最多也就只能够到七十八岁 四 生肖兔 属兔人特别喜欢吃蔬菜 他们对于肉类反而是有点反感 因为属兔人太善良了 他们觉得吃肉的同时就要让很多小动物失去性命 所以他们都尽量吃菜 而这反而让属兔人的饮食变得比较清淡 所以属兔人不太会有高血压 或是高血脂等疾病 他们整个人显得很精瘦 看起来还是比较健康的 而属兔人大多数情况下 是能够活到八十八岁 算是比较长寿的那一种人了 五 生肖龙 属龙人还是能够活得比较长久的 大多都能够活到九十岁以上 这是因为属龙人常年都是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烦心事 别人可能会被气到翻来覆去的 各种睡不着觉 而属龙人则是压根不会放在心里 所以 他们这一辈子也算是没有太大的烦恼 自然这样身体就会比较健康 能够活得长久一些了 六 生肖蛇 属蛇人就是太多愁善感了 他们很容易被其他事情给干扰了 因此常常都是一开始开开心心的 但是后面却整个人都变得很不好了 而属蛇人 一旦陷入那种悲观的情绪当中的话 他们很久都无法脱离出来 时间长了会变得忧郁 不喜欢跟人交流了 再加上 属蛇人平常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 遇到事情一个吐槽的人都没有 完全就只能够自己去面对 所以寿命也就到75岁 7 生肖马 属马人很幸运 他们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爱着自己的人 所以虽然一开始的生活有点艰难 但是属马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只要爱人在身边 属马人就会觉得人生充满乐趣 属马人是那种很懂得感恩的人 只要是谁对他们好一些 属马人一定会加倍对对方好的 所以他们的婚姻生活将会特别的恩爱 是所有人心目中都在追求的那一种幸福 因此属马人也会很长寿 寿命会到93岁 8 生肖羊 属羊人为了自己能够稍微长寿一点 他们可是非常乐意花钱的 属羊人本来是非常抠门的一个人 他们买衣服或是其他生活用品 都是能省则省 自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 所以生活中的属羊人看起来土土的 一点都不懂得打扮自己 但是在健康上面 属羊人还是很舍得去投资自己的 他们时不时就会给自己买一些保健品 在饮食上也会比较注意 所以他们的寿命还是比较长得到87岁 9 生肖猴 属羊人虽然性格是挺乐观开朗 也没有太多的烦心似的 但是 他们在饮食上一点都不懂得控制自己 尤其是遇到了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他们就会一直无止境地吃下去 肚子明明已经胀到不行了 属羊人都会想要继续吃 因为他们对于美食太痴迷了 想到就会一颗心蠢蠢欲动的 正是因为整天都在胡吃海喝 属猴人会把自己的肠胃都给吃不好了 所以他们的寿命基本在79岁 食 生肖鸡 属鸡人是比较喜欢运动的那一种人 他们觉得运动 能够让自己的精气神变得很不一样 能够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有活力 所以 只要有放假 他们都绝不会窝在家里 而是会想办法 约上三无好友 大家或是去爬山 或是去打打球 最好是能够出一身的汗水回来 只是 属鸡人对于运动 简直是太过于狂热了 所以 有时候会有点过度 反而是对身体不好 因此他们的寿命到81岁左右 十一 生肖狗 属狗人是那种心情不好 就想买醉的人 因为太过于清醒的话 属狗人是会睡不着觉的 他们太过于敏感了 所以会翻来覆去的 想着那些烦心事 整个人都变得特别的焦躁不安了 而如果长此以往 属狗人非常容易生病 所以他们的寿命并不会太长 通常就活到84岁左右 十二 生肖猪 属猪人是特别容易感觉到满足的那种人 任何一点小事 都会让属猪人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比如他们吃到一顿自己喜欢的饭菜 或者是去一个自己想要到达的城市 属猪人都会开心到飞起 生活中的属猪人 是特别乐观阳光开朗的人 他们的眼睛 总能够发现生活中的诸多美好 因此没有什么烦心事 基本上都能活到96岁 总之人们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根据这些生肖的命运发展 也可以总结出长寿的秘诀 心中没有烦心事 经常锻炼 戒掉不良嗜好 因此 虽然属相对自己也有一部分影响 但是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你的未来就在你的选择之中 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